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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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和你演出的 哈哈哈哈 这个歌哪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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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这个歌哪是你的节奏啊 你靠自己的歌穿的那样 你还有什么 还要说 你节奏进错了好不好 不是 你不是这个节奏啊 那怎么节奏 你先唱 对啊 该配合你演出 然后我们进 三二一走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眼视而不见 不在意的样子 是我最后的表演 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 这阵成全 好可怕的组合 好可怕的组合 局长我发现地球是个大秀场 想出跳就要出奇招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案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这个夏天呢 有很多的选秀 光音乐选秀就有舞蹈 参与的人就有几十万 所以我觉得他们需要我们火星里的建议 没错 刘薇特工你有发现吗 我们今天火星情报局的场子上就是选秀的最高配置 诶 此话怎讲 几乎每个人都和选秀沾点边 真的吗 项目的宇哥 资深的选秀的评委对不对 对 哪些 哈哈哈哈 消息新方大当这三个人选出来都跟您有关 呃 肖靖腾 杨中伟 杨中伟 吴嘉宜 吴夏 然后韩运 想想2004年的超级 他是最早元老 年龄小的老前辈 局长也是啊多少年的选秀的主持 是是是是 你是什么选秀的 我是中国达人秀呀 哦 因为唱歌跳舞的一点都不适合我 那是中国第一次出现那种怪物可以去的选秀 我就去了 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人一定要提出来 前锋特工 你曾经当过一个选秀的评委是不是 怎么了 淘汰了半个娱乐圈的人 啊 啊 像什么杰夫博士啊 啊 徐志一啊都被前锋特工有眼无珠给淘汰了 真的假的 请看视频 我是被你囚禁 哎呀好小哦 哇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 是什么让你这样命令 嗯 小朋友你几岁啊 什么人啊 十三岁 我觉得 你继续继续 向上吧 对 哎呀 哎呀你很嚣张啊 哎这个出来会不会被人骂死哎 这段视频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过 现在我把它挖出来 希望大家去前锋特工的微博骂死他 好不好 骂死你又 你又污蔑我 人家唱完以后什么都不说 向上吧 啊你又污蔑我 这个是 前锋 这个是不是对选手的一种鼓励 前锋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你可以不承认 那个时候你已经胖到跟现在完全两个样子 不是我要解释一下 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是我第一次做评委 评委有小五 有我有成员 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评委 是要让选手在舞台上 尽量展现自己的才艺 要去要留 不是我们一个人说的算了 王源还有王俊凯都参加过我的选手 还有一扬千玺 我记得王源在那个时候选秀的时候 先是跳了一支舞 我说这个小孩能不能有更大的潜力要发展 所以我就让他唱了一首歌 不不不不 因为当时我在现场 这个时候我有发言权 还有一扬千玺 我刚跳完舞 我一段日舞跳完之后 还在喘哈 还在喘 前方说来来一首慢歌我听一下 我说我说我说给你一个机会展示一下你的歌喉 然后我就觉得 绝对拉不回来 拉不回来 肯定拉不回来 弄不回来了 死路一条 死路死到难看 明明往上被人骂死 你加入口罩新人吧 真的躲起来以后 真的我就一定要把这个躲起来 哈哈哈 局长都救不了你了 是这样吧 大家 咋了 以为才能扫 刚扫完电 哈哈哈 后来到底前面有没有选他 没有选吧 所以你救了他一命啊 你选了他你就妨碍他了 你懂吗 对啊 现在才能成为TFBOYS好吗 还好遇到这种烂评委哈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火星情报局对于我来讲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选秀 啊 真的吗 真的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面试半年了之后 在投开录节目的时候 谢谢 才通知我说可以来 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来到现场 我记得我当时跟老学 我说我特别紧张了 你说我要紧张 我们上台就玩起来 结果他也没有跟我玩 他跟前锋玩 哈哈哈 我哪有 那个时候你在吗 你就带你玩 因为我们下来 我就跟老薛说了 薛说我离他有点远 我第一集没有说话 我看了一下大家 我说哎 大家都很man 然后都很搞笑 我怎么样另辟蹊径 我加入了一点我的甜美 我 对 你就加入我了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加入了一点甜美 加入了点自己东北的风格 因为我是来自东北的 然后我发现大家不怎么跳舞 我就站起来就是开始热舞 我就想留下来 然后后来说有广告歌 然后让我去写的时候 我当时想说好机会 机会来了 我就开始唱广告歌 我就每一集的 活性情报剧就这样的 然后唱完了之后 就真的是留下来了一季 后来到了第二季 我想说完了又没梗了 我就开始学法语啊 学韩语啊 学英语 就各种展现自己 国际的一面 但是我说实话 我这一季每一季我都很紧张 我的故事真的已经讲完了 我没有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的故事早就讲完了 就感觉身体被掏空 真的没有故事 我都已经被逼到副局长的位置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跟 没故事了 因为不讲话了 因为副局长分享故事比较少 是这样的啊 哇 真的是 哈哈哈哈 你看那个人 你看那个人消不消长 你看那个样子 对那个人满肚子故事 他刚开始啊 哎一个人梗多时 他最有心气了 哈哈哈哈 你们自己没梗 怪我有梗啊 哈哈哈哈 嘿 经常我去那种化妆间 然后看到很多明星 我就很紧张 我给杨继发他微信 我说我好紧张啊 杨继说 你上去跟他打招呼啊 我说干嘛 就说打招呼发生一点事 来火星讲啊 看看 我说他理你也是一件事 我理你也是故事 发生在他身边说说的 哎 你那个态力 我的生活就是这么多姿多彩啊 有些梗就是自然要散发在我身上 还有前锋灯功最近赶紧找我喝酒 没有你的故事了 哈哈哈哈 不是又来了吗 淘汰TF voice 但是也有一种人 比如说像我这种 我当初参加选秀的时候 完全是误打误打 在搞笑进去的 是我进的唯一的一个原因 就是可能我长得帅了 哈哈哈哈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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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如果当时有看过我视频的话 其实我真的是完全是在搞笑 而且那不是设计的梗 就是我在表演到一半有人打电话过来 一双迷人的眼睛 对不起 这是我的 是谁 对不起 请请讲 他在讲讲 他在讲 哦喂喂喂 我正正正在面试欸 但是那个反而给我加分了 但是哦 还是有一个硬伤在就是 我当时确实唱得很烂 而且我的喜爱